杂猪头算了 别管他 华智他 等着好消息 大家开心 记协有个新主席 一个妹妹 完全不知道他什么头什么路 只看他 我想他大学都是很聪明的了 精英的了 因为他打华尔街日报香港的公司 几个礼拜才出一篇 一个月写一篇稿就已经交到差 一个礼拜 外国的评论员 一个礼拜写一篇文 就很好的工资 很好的什么东西了 是吧 很尊贵的新闻工作者 我写一篇文的时候 因为我退休 不用养老婆 用了物业退休 不就不行了 生存不到 写一篇文 够零用 不够做其他东西 但是他没有了份工 因为你做企业 如果去一些小报 或者可以做自媒体像我那样 学到他就算好 但是不容易的 是吧 很多比我弱的 就是要兼职的嘛 其实大多数不多好 早几年 朱雅九开个频道也十万八万 现在 当然还有几个人比较什么呢 是吧 那个保能局那些人 好了 他们这段都深受压力了 是不是 据问 还在骂人了 是不是 没有兴趣 昨天看到什么 那个 徐少华 拍了他影片 骂什么 你们先做好自己 骂呀 骂呀刘世良 你們先做好自己先 这些逃兵 是不是 应该很惭愧了 今天你弹个这个 弹个郑家瑜出来 看到这个妹妹 这样 這樣 留在香港繼續做 根據企業的會章 大約你要在香港有份工作 其實很簡單 總有一些小媒體肯請她 當然是外資 沒有的就開過Facebook 出去報導一下 原來她報導中國的電動車那些是專長的 未必有的 曾經有亞洲出版協會的卓越新聞獎等獎 過去三年 也做了記業的周圍 當她想要做記業主席 《華爾街日報》她的老闆 外國的老闆叫她不要 然後就以這個調配 新聞 諸如此類 辭退了她 她說了 三個星期前已經叫她不要選 還要辭職 她說不行 我一定要做這樣 我第一個時間反映 是不是有刑事 你干預工會 根據不記得是工會的條例 還是工會的條例 好像是 還有還是僱用條例 我看新聞 她自己口說就是鄭家瑜 鄭家瑜 鄭家瑜要記住 鄭家瑜說 她可能這樣問過 可能有刑事法律責任 當然這個不用想的 因為刑事要政府查 林定國大家去問一下她 一時間我找不到刑事條款在哪裡 我記得是有 但哪條條呢 說不出 找不到 這條片就趕著做吧 拍到新聞看她的說可能有 但其他的肯定有 是不是歧視條例呢 沒有的 歧視條例是沒有職業歧視 有人不理你 但是僱用條例她就不公平解僱 是吧 不公平解僱 可能就肯要求法官給懲罰性賠償她 那她肯被刑很大頭錢 這些都催不住 僱用條例保障你 不是保障你的職業 沒有保障過你的職業的 香港的僱用條例 跟英國 就是說她給低錢賠償給你 是要解僱你 就沒有的 即是不承認你在你的job裡面有property 這個很清楚 二十幾年來 即是不公平解僱 unfair dismissal 香港是沒有立的 始終好像沒有正式立的 但是根據現在的條例 如果你認為她有unfair dismissal的情況 可以賠多些給你 去到半年 半年 幾年 英國可以去到六年的 人工的六年 當然可以要求和解 回去做一份工作 大家通常都不happy 所以都很少的 賠償她就算了 我想家瑜為了行家 記憶要幫她 告告這個《迷宮日報》 還有就要去各唱她 即是要去美國國會吵她 美國的朋友 協助 正義界的朋友 我們普通人一定要支持家瑜 如果她開過Patreon 網媒Facebook可以開的了 YouTube好Facebook也好 YouTube就不讓她收廣告了 但只要你開了YouTube 隨便找個網站開了 總之知道她在做新聞報道的工作 我們就支持她 訂閱Patreon 合法的絕對 你就不要亂聽這個 我就在收廣告 也在收Patreon 雖然不多 我客氣而已 不強烈呼籲而已 因為我認為不是錢可以賣我的 因為如果錢是賣的 我也可以因錢而賣自己 所以錢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新聞時候 但是很多人倒轉 錢才是目的 是不是 那些spin doctor就是了 既然你做了spin doctor 你就不是給人家真相 你是給人家假相 那些手段呢 手段而已 是不是 目的是錢 你的新聞資訊就是錢 她做自媒體一定信不過 結果就見到那個人的品特 還是有幾萬人看 我始終說得 你當看蕭先生那些你不要當真 你分得清 有些人將這個崇高的理想 言論自由的理想 當這個是你的目的 目的就是我的理想就是我的目的 其他只是手段 我要生計 所以我要收錢 我真的當那個是手段是沒問題的 目的是正確 但是有人倒轉了 你明白嗎 收錢是目的 發達了 要做多少錢 是不是 我要幫人 所以我也要有錢的 所以錢是目的手段 我就要收賺助 然後我去幫人 如果不是的 我的目的是洗黑錢的 我收了你那些 我堕落袋的 然後出術的 或者抽水 抽重水的 那個就倒轉了 那個目的是錢 去幫兄弟手段 很多人是這樣 大家應該要深水清一些 自己判斷吧 不要點別人的名字 大家不要亂來 現在還是這樣的 是不是 有很多人 一開始做很多是非的 他目的不是要維護正義 不如想剷低人 我就拿到他的流量 是不是 心照了很多事情 是不是 但是這樣也說了 having said that 我是不是這樣就 這個行業那麼骯髒 那個行業也那麼骯髒的 你自己啊 那就是說我是言論自由啊 行業沒有了言論自由啊 浪費了 收工了 就錯了 就中計了 共產黨是不是這麼說的 你聽 這些為商家服務 是不是 這些 四方媒體 為政治服務 為什麽 所以我們這些人民就可以為人民服務 諸如此類的這些歪力 全部歪力 你信就 你要看得清 你覺得是 你有信心 你當然要研究 就是這麽簡單而已 那現在這件事得到什麽啟示呢 那你… Wattstreet Journal是個大台來的 但是我告訴你什麽大台都是這樣 法輪功的媒體都是這樣 聽過了 你這些 有事犧牲了記者才說 那你說這麽骯髒的行業 你自己的問題是什麽你可以不為它服務 就是這麽簡單而已 是不是 我寫稿而已 他還可以隨時不要的 是不是 我寫稿的習慣 或者我做什麽的習慣 你一不要我的事情 我認真考慮的 我還可以接受 你可能有些難處 是不是 信報我沒有罵李嘉誠 我罵過一次 九五年罵過一次 那就停了 他不出 我就停了 十年後 大家朋友回來 好了好了 再講 你明不明白 這是你自己的責任 你說信報很壞 國安法通過 不好意思 我們改班 我沒有怨言 我其實沒有怨言 因為我從來沒有期望媒體的 也不是他的責任 他生存的 華爾街日報也要生存的 你怎麼這麼傻弟 你 他們是商業機構來的 是不是 不是很崇高的嗎 新聞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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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BBC 它也是一個機構 機構很多人搵食 貼著它 就算是非謀利機構 是不是 有了機構就有官僚 有了官僚 自然有這些利益考慮 跟你自己的理想一定有衝突 你自己一個人的事情很簡單 我言論之後 我就言論之後 我就夠說 我欠缺 是不是 讀多些了 是不是 法律看清楚 我在紅線 我判斷 我准過媒體 不好意思 可能我已經沒有媒體這麼大了 至今 是不是 但是媒體怕的 是不是 可能背後有壓力 是不是 沒事的 沒事的 案仔 那時蘋果日報告訴我 我們很害怕的 其實你寫的東西 是不是 我沒有了之後 不請我之後 黎智英 05年 停了我專欄之後 我們很害怕的 我們這些東西我每次都找法律 立即法律去 叫律師去看看的 每次都法律回來沒問題 是 法律來的 他講的 那些 那我說 我當然了 所以不要亂學我 你學到的話 你當然好東西了 你學不到的時候 那就不要怨了 不同 我是不同的 是不是 那我自己判斷了 那其他人怎麼樣 其他人怎麼樣 其他人怎麼樣 你保護我 諸如此類 是不是 我保護你 你先問問我 你寫了東西怕誹謗 怕犯國安法 你可以問問我 我免費 我告訴你 但是我不負責的 我告訴你 我覺得沒事 那就算了 就是我覺得 我的判斷沒事 是不是 比作我 我都敢這樣說 但是你做不做到你有沒有事 是不是 那可能不同的 可能因為寶龍 聽過視頻 特別優待 聽慣了 不聽不行 那你不是啊 普通人 那你可能搞不定 你嘛 所以每個人的情況是有出入的 講遠了 家瑜 我就覺得他當是英雄出少年就這樣 當然他不是少年 他可能都30歲了 看他樣子很年輕了當然 我便馬上想起什麼呢 想起黃之鋒 沒有一個顧慮 是不是 睡覺不可以就不要 他當然明白 我說的那些東西 你做自然媒體 你都是個行業 找個小單位 是不是 香港怕而已 找個英國那些怕傳媒啊 傳媒啊 就没事了 是不是 那篇文章行不行不是他的责任 是不是 是机构的责任 但是呢 新闻自由就是你自己责任 言论自由就是个人自己责任 是不是 就是你不能够说 喂 媒体不 或者媒体喜欢骂共产党 媒体喜欢骂这个美帝 是不是 那我就就着他 是不是 我就不是自己个人的思想自由 我永远是 但是你看到最红的就是所谓歸了 那我自己选就了 那你就没有滑行的了 是不是 你是空间窄的 是不是 德国人比你红 是不是 《苹果日报》也写 李母 哥 是不是 是吧 喂 这些东西 你要自己有个瀟灑的心态 你有你的事 我有我的事 为什么呢 我有两个金句 在《信报》写过很多次 总篇 前总篇 不是现在的总篇 前总篇 私下我就认识了 当然是朋友 非常同意的 他说 现在没有人不同意的 每一次做片好 写稿好 我就当是最后一次 就这么多了 下次没有了 明天你抓的 没所谓 今次都是照我 说不是的 无常嘛 写稿的 每篇文我都当是最后一篇写的 连高别独立的机会都没有 果然 等了15年 果然 我不是怨的 我不会骂 等于我现在都不建议他骂 《维加日报》 你总的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批评最大的钱 找这么多朋友 这么多法律界 当然了 虚报案要告他 说他影响 是很大件事 因为工会的活动 但是你说记者工会更加大事 记者家工会 你说多大件事 这些事情要追究 不要给面子 是吧 我想这些事情会 having said that 说一说很勇猛 我知道他们压力很大 说完了 我都知道的 我明白的 是吧 还有些老屎忽的 记者行业 刘慧卿出来帮帮忙 曾经做过记业 是吧 全部都要 这些就是 你说 还有没有新闻自由呢 就看记者有没有工作的自由 有没有 现在完全是记者的事情 外国要崇拜 崇拜记者不会崇拜庄报纸的 我们应该都是这样 不要崇拜《苹果日报》 《苹果日报》里面有哪一个记者是好的 你就个人欣赏他就算了 你不要崇拜 《苹果日报》本身可以是 它不是真宗 但是它某些地方是相同的 你跟文汇大光 它亲美 是吧 背后 亲美是正义 美国很多时候都不正义 他不要来 但是你做那个评论的 做那个记者 那个人是不是独立 他做的事是不是对得住那些专业守则 一大堆价值啊 诸如此类 如果是这样就支持他 就这么简单而已 我当然非常欣赏这个英词 还有这些人出现 香港就还有希望了 当然他会受押 最紧是后继有人 看他年轻有为 就是前面 陈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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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都大了 属扬为 竟然还有后继有人接到 当然了 现在就被针对了 希望他们撑下去了 就不要像那些教师那些社工那样被人欺负 被人踩到 被邓炳强踩你都妥似啊 有些气势跟他撑啊 是吧 即是你拉得光嘛 这个世界拉不光的 是自己责任就是这个意思了 你不撑 那别人 我也谢谢以前很多人撑 我没那么激怒嘛 现在不是啊 越来越 最能威你了 阿伯 你死了 你好东西 你好东西 我撑你 你死了 那么不需要紧张 一切都是由天定 是吧 做人只是一杀那间的事而已 所以这个妹妹她应该是不用养儿子 不用养家 是吧 这样变成了她可以很瀟灑地做了这件事 我想你想一下 个人来说 你当英雄我怎么也好 不需要当英雄还是不英雄 但是她有时率性而行做人 人一世 物一世 以后她一定行的 是吧 即是不要变成梁美芬就可以了 即是 你知道是不是 曾经正义的 梁美芬也 总之你行得正 站得正 做自己做的事 完全是没有了份工那么小事而已 当然我们要帮她 外面有势力的朋友们 关每一个人的事的 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关每一个人的事 所以不要当自己看电影 吃花生 炒一下炒一下这样算 又会有这些事 我都觉得是 记协我知道是亲世界当然了 亲美又怎样呢 亲英亲美又怎样亲共产党好吗 好了 今天说完了